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上期提到周永康与薄熙来的联盟关系 那是比纸还薄 在薄熙来夫妇被抓之后 为了自保都揭发了周永康的问题 其中就包括私生活淫乱 而且还有王立军监控的视频为证 薄熙来夫妇本身也不是什么兵卿欲竭之辈 与薄熙来上过床的有名有姓的女人就有27个 而古开来除了与王立军如交士气 他还与周永康英国商人海武德都有一腿 不过要是说到私生活淫乱 薄熙来夫妇与周永康这个他们的后台老板一比 那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周永康年轻的时候是在油田工作 当技术员当基层干部 因为工作的压力大 据说他释放压力的方法就是与女人鬼混 由于他睡过的女人那是多不胜数 这个百姬王的绰号是不惊而走 远近闻名 周永康的原配老婆王书华 当时那是对他看得很紧 但是周永康那是精力过人 有时候甚至48小时上班不回家 王书华那是根本看不住他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当时中共当局推行干部年轻化 43岁的周永康是红运当头就上吊北京 担任了石油部的副部长 成了部级的干部 但是周永康不改风流本色 到了北京马上又和别的女人勾搭上了 有一次周永康在石油部与部门的几个同事开会 突然他的那个妻子王书华闯了进来 大闹会场 说是要捉了肩服营妇 这个有脸皱的女人一看大伙在开会 还是不依不饶 大骂其他的人呢 帮这个周永康演示 弄得了所有人呢 当时都是下不了台 王书华这一闹啊 在石油部呢 是大大的出来一次风头啊 但是这一闹呢 不仅是没有抓到肩服营妇 让他们两人的婚姻呢 也是从此名存实亡 反而让周永康有了继续偷心的理由 年轻人呢 是大多数都急色 不算是有什么特别 但是周永康老了 七十多岁了 还是性质高昂啊 甚至追赶潮流 与美女搞起了车证 那就不是一般人可比了 白京王的淫乱呢 也就成为了天下人 茶余饭后的谈知 2013年11月29号 是北京的初冬季节啊 已经从中共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任上了退休的周永康 在举锅皆知 他这个大老虎啊 即将被习近平王岐山给收拾的时候啊 在他的行踪啊 被调查人员跟踪监视的情况下呢 当天还是乘坐专车 离开了住所 暗中监视的调查人员 一发现这个动向呢 马上就一路跟踪 他们发现周永康的专车在抵达北京百胜商场地下停车场之后呢 一个人下了车 然后呢 登上了一辆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四驱车 四驱车的司机是谁呢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央电视台四套国际频道的当家主播叶银春 叶银春为周永康打开四驱车后座的乘客门 当周永康在后座坐好后啊 车门都还没关 叶银春呢 就爬上了周永康的大腿啊 对他呢 是又亲吻了又抚摸 接着呢 还搞起了车证 俗话说女人是三时如狼四时如虎 当年43岁的叶银春 一时那也是春光无限 迎之无边 且不说两人颠暖捣风乐无穷 那些跟踪的中纪委调查人员呢 也是大饱了眼福 这一天是周永康七十大寿生日的前四天 而在两天之后 也就是2013年12月的1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召开会议呢 听取了中央纪委啊 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周永康 违纪线索情况的汇报 当天呢 周永康就被软禁 然后呢 又被秘密的拘押 在这次常委会上 有消息说周永康与叶银春车证的事呢 成为了会议讨论的焦点话题 并最终呢 导致了周永康被软禁 周永康明知被监狮 被跟踪 为什么还要上演于叶银春这一处活春功呢 周永康还会不会继续用这种方式来向习近平和中纪委示威呢 再过两天就是周永康七十大寿生日 他在生日这一天还会搞出什么花招 让中纪委的人下不了台呢 习近平和王岐山经过反复盘算 最后呢决定从当天开始对周永康实施软禁 以防止周永康呢 耍更加下流的花招 令中纪委下不了台 不过周永康与叶云春车证的事 直到第二年的7月30号 才由中国的财经网站 和讯网 以央视女主播叶云春 被指使周永康秘密情人车证照曝光为题的 发表了一篇图片报道 曝光了车证的视频照 而在前一天 也就是7月29号 新华社呢 那是刚刚发布了消息 宣布了中共中央对周永康立案审查 搜索这个和讯网啊 现在呢 还是可以看到这篇报道的标题呢 和一张照片 但是呢 其他的内容已经是不能够显示了 作为平民之子的周永康 能够从一个油田的技术员步步高深 可以说 他的一生啊都充满了算计 就是在死到临头 两晚女人也不例外 周永康在七十大寿前 与情妇约炮 打的是什么算盘 是否真的像中纪委调查人员所设想 要把中纪委的调查焦点 转向淫乱方向 以减轻他在政治上的罪行 还是因为习近平王岐山 为对付他捡群鞭 把他的亲信就有抓了几十人 而如何处理他的这块大石头啊 也一直悬在头上 整天是提心吊胆 实在是太难受 周永康啊 决定的是弄出点动静 以让这块石头啊 早日落地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只有周永康自己才知道了 不过周永康与叶银村的车证呢 他的百姬王之名 的确呢 又被吃瓜群众呢 嚼了无数次的瓜子 那么究竟有多少女人 曾经败到在周永康的胯下 这是个已经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有传闻说 周永康至少与四百个女人上过床 而与周永康有一腿的女人中 就有好几个是中央电视台的当红女主播 她们坐在主播台上 看起来既知性又美丽 但是呢 都言高于顶 野心勃勃 周永康是如何俘虏这些看起来疯狂无限的女神呢 曾经弘济一时的央视美女主播沈斌 在因卷入周永康事件接受调查之后 写了一本书 《沈斌自述》 我和周永康的故事 讲述了她与周永康相识并勾搭成奸的经过 也提到了几个可能与周永康有一腿的其他央视女主播 事实上这本书从沈斌的角度还揭露了央视成为中南海后宫的经过 根据沈斌的自说 我们先来看看周永康是怎么样把比他年轻34岁的美人沈斌跑上床的 沈斌是江苏张家港人 有的时候也说他是苏州人 周永康曾经在苏州读过三年高中 可能是半个同乡的缘故对沈斌很有好感 早在沈斌2001年进入央视后不久 周永康就通过央视的皮条课 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李东升揭示了沈斌 后来沈斌嫁给了大他二十多岁的上海地产大人蔡建国 在两人的婚礼上 周永康还送了一只名贵的玉如意作为贺礼 夫平妻贵 蔡建国在结婚之后还成了全国的政协委员 并希望把他的生意版图扩展到北京 2008年前后 他不惜学本开发了北京三环边上的好几处房地产 但是没有料到的是北京不是上海 这几处房地产都卖不动 看到这个情况 沈斌找到当时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求救 凭着周永康的一句话 没过几天 蔡建国的三个楼盘就全部都卖出去了 蔡建国觉得奇怪 为什么长时间都卖不动的楼盘 突然一下子全部被人给买走了呢 他在好奇之下 去查了一下买家的背景 发现清一色的是地方政法委买下来 做住经办之用的 而这些地方政法委有的 其实已经有了住经办 不用说 蔡建国一下子就联想到 沈斌和周永康办的好事 蔡建国于是就向沈斌追问 他和周永康之间 是否有什么肮脏的交易 沈斌在书中写道 我反复解释我们之间是清白的 没有任何金钱的交易 蔡建国抬起头盯了沈斌半天 问道 那美色呢 沈斌呢 当时觉得气短 就窝在沙发里半天没出声 于是蔡建国说啊 被我说中了吧 看来传言是真的 你们央视啊 真的就是个高级营窝 然后呢 沈斌打了蔡建国一耳光 而蔡建国呢 就是摔门而去 在之后一个月啊 沈斌就和这个蔡建国离了婚 没过多久之后 周永康呢 就约见沈斌 两个人呢 私下里面见了面 并且呢 就有了沈斌口中的第一次 当时的情形呢 是这样的 沈斌开车去了 周永康指定的地下车库 周呢 从专车上下来呢 就进了沈斌的车 然后由沈斌开车 去了一个法国人开的酒庄 在车上周永康问沈斌 听说啊 你们因为我离婚了 沈斌回答说啊 算是吧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荒诞了 周永康听了呢 显得很高兴说啊 那我今天呢 也好好喝两杯 沈斌说 这是他与周永康认识 八年后啊 两人的第一次单独的见面 到了酒庄之后 他们直接进入预定好的包建号 一会儿呢 市政们端上来 上好的法国原装红酒 和鹅干酱法式面包 以及呢 六成熟的牛排 周永康对沈斌说啊 这全是为了你啊 不然呢 我死都不会吃西餐的 沈斌就笑着说啊 我本来就欠着您情了 本来呢 想请您吃一顿大餐 现在呢 又表错了意 只好呢 请您多多包涵 周永康摆摆手说啊 我呢 是石油工人出身的 吃惯了这个大饼油条啊 平日里啊 吃的都是统一配餐 现在 有你这个喝过羊墨水的大小姐 培养培养品味啊 多好的事啊 免得老有人说我们土啊 周永康呢 接着又向沈斌道歉 说啊 本来呢 想帮沈斌一把 没想到呢 却帮了倒忙 把两夫妻呢 给拆散了 沈斌呢 就连忙解释啊 说 这个周部长的大恩啊 我还没报呢 我们分开主要啊 是价值观的不同 而且呢 主要是两个领域的人呢 彼此猜疑 与这个事情本身呢 就没有太多关系 这个时候 周永康就说啊 男人呢 就是要大气 要有胸怀 要有气魄 这样的男人呢 小肚鸡肠 不要也罢 我的手下 有着出生入死的兄弟 你想要什么样的 我再给你发一个 沈斌被周永康的这个玩笑话 给兜笑了 随后呢 是深深的感伤 忍不住呢 流下了眼泪 周永康啊 曾经呢 就把一张纸巾啊 伸到沈斌的脸下 说道 别让眼泪滴下来啊 坏了这杯好酒啊 那一天呢 他们两人是聊了很多 手里的酒杯啊 也一直没有空着 两人也不知道 喝了几瓶酒 再后来呢 沈斌就倒进了 周永康的怀里 不知道是因为空虚 还是想放纵 还是酒精的作用 总之呢 沈斌是越界了 与周永康呢 有了第一次 沈斌在书中写到 等他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呢 他正睡在 洁白如新的床上 周永康早已 洁好帐离开 与年长34岁的周永康 勾搭成奸之后 沈斌还希望自己 洁白如新 显得十分可笑 而他在上了 周永康的床之后啊 很快就从央视主播的职位消失 没过多久 沈斌摇身一变 就成了中央政法委 影视中心的副主任 一步到位 成了副厅级的高官 沈斌取现 突围从一个拿话筒的人 成了一个罚号施令的人 所谓日后提拔 沈斌做出了最好的示范 不用说这就是人人憎恨的全色交易 不过沈斌并没有感到有任何的不妥 不能不说 这也真是奇葩了 沈斌在书中还交代 他到政法委当官之后呢 多次与周永康约炮 还透露他对周永康的性能力 似乎不太满意 沈斌的原话是说 坦白说他那方面不是很强 毕竟年纪大了 是的 周永康比他大34岁 又怎能满足得了他篮球运动员出生 如狼似乎的身体呢 对央视的这些野心勃勃 一心向上爬的女主播来说 包括叶银春 沈斌等和周永康上床的女人来说 年纪大几十岁 从来都不是问题 当年不是还有82岁的杨正宁 娶28岁的翁凡做老婆的吗 不过长相有时候会成为问题 周永康虽然在央视情妇众多 但是他的一年苦相呢 就会成为问题 生子还被歧视 据说曾经与周永康上过床的 另一个著名美女主播 王小鸭就是颜智控 不喜欢周的长相 他说他的面相啊 让他感到害怕 整张脸是勾合纵横 王小鸭有次对沈斌说 一看周永康的脸啊 就了解了中国近代史 沈斌还问他什么意思 王小鸭笑着说 那是屈柔的历史啊 后来自知与周永康没有结果的 王小鸭在周永康的介绍下 嫁给了周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 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曹建明 令人意外的是 在习近平大规模清算 周永康裙带关系时 曹建明竟然未受影响 不知道曹建明是反格一击 揭发检举周永康立功呢 还是卖身习近平获得了免死金牌 而在央视后宫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王小鸭 似乎也没有在周永康落马后 像叶银村沈斌等人一样受到影响 说回周永康 他在央视的情妇 除了上述提到的叶银村 沈斌王小鸭 还有像李小萌 欧阳夏丹 甚至还包括八年后的欧阳智威 欧阳智威是1987年出生的 比周永康那是小了整整45岁 在沈斌自书这本书中啊 还有一段故事呢 也挺有意思 那是沈斌在进入中央电视台不久 他接到刚升任中宣部副部长 李东升的电话 邀请他去了参加一个高层的派对 就是在这次派对上呢 沈斌认识了周永康 参加派对的还有当时 在央视文艺部炙手可热的导演赵安 中央政治局常委 曾庆红的亲弟弟曾庆怀等人 周永康呢 则是和中共组织部长曾庆红呢 一道而来 周永康当时也刚升官 成为新成立的国土支援部的首任部长 据说周永康早年在石油系统工作的时候啊 与当时在石油部外事局工作的曾庆红呢 两人呢是脾气相途啊 成为了好兄弟 在饭局上 曾庆怀还分享了当时的著名女歌星 宋祖英呢 其实还是一位医生的趣闻 据他说啊 曾庆红常年工作啊 一直有着偏头疼的毛病 每当他头疼的时候呢 开始听宋祖英的专辑 只要他那聊亮的歌声啊 一响起来 他的脑子啊 就像遭遇冲击波一样 不治而遇 周永康开启曾庆红的玩笑说 现在科技发达了 有CD有录像带 不然脑针啊 只能娶宋祖英在家里啊 天天对着他唱歌啊 才能控制他的病情 曾庆红说 这个玩笑可开大了 别冒犯太岁江泽民才是啊 曾庆怀说啊 我刚才和赵导已经联系好了 以后呢 我们定期啊 搞联谊活动 也请宋祖英呢 来给领导们献献歌 曾庆红一天啊 很满意说 好 现场听闻他的演唱啊 我估计一个月之内 是不会犯病的 周永康低声笑道 我看你现在是病得不轻啊 后来在曾庆怀 组织的联谊活动中 宋祖英还真来了几次 只要他来啊 曾庆红那是必场场必到 但过了一段时间呢 就再也见不到宋祖英了 只是听李东升说啊 派区的专车啊 总是空车回来 因为宋祖英呢 被一辆军用直升飞机接走了 直接飞到青岛去帮人治病 大家都心知肚明 当时呢 只有江泽民在青岛视察 在这之后 曾庆红就很少邀请宋祖英前来参加派对了 因为他也知道 中国这么大 有病的不止他一个 宋医生啊 实在是很忙啊 江泽民有病 曾庆红有病 周永康当然也病得不轻 很有可能啊 他也像美国高尔夫明星老虎五只一样 患有性隐病 不过周永康不需要吸低唱片来治疗 也不是很需要歌星来疗伤 他对女人的要求 严格来讲是重量不重置 所以和他上过床的女人 有央视的主持 也有军中的妖妓 有半老徐娘 也有花样的少女 有政坛的女精英 也有商界的女强人 其中啊 有许多还是薄熙来提供的 据说周永康长期接受薄熙来提供的女人 包括歌手啊 女演员啊 以及大学的女生 而这些女孩啊 都是薄熙来的富商密友 大年时得的总裁徐明呢 所提供的 据说周永康光是在北京啊 就有六处行宫 可以迎乐 也许绰号百姬王的周永康 因为有座性隐病 而需要女人满足病态的性欲 还值得某种程度谅解的话 后来他为了再娶 而杀害原配妻子 就只能说是走火入魔 泯灭人性 完全不值得原谅了 2001年1月30号是正月初期 当时已经呢 与周永康啊 在四年前就离婚的 王书华和石油看探学院 其他的教职工一起啊 到北京十三陵附近的石油疗养院 开会 在会议期间的休息期间呢 王书华与闺蜜呢 在外出散步的时候 被两两军车撞死 据说王书华闺蜜的老公 还是周永康的大学同学 在王书华死后 当时担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 还亲自张罗了葬礼 与两个儿子一起接受亲朋好友的调研 这起车祸事出蹊跷 曾经引起外界广泛质疑 是周永康手下 曾经担任四川省副省长 郭永祥策划的呢 还是周永康本人设计策划的呢 有不同的说法 不过这起车祸绝对与周永康脱不了干系 因为在王书华被车撞死后不久 周永康就娶了小他28岁的央视编导贾小业 两件事之间的相关性是十分明显 另外周永康的二儿子周涵 也坚信周永康是沙姆的幕后黑手 并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 还不准周永康探望孙子 周涵肯定也掌握了周永康 涉嫌杀害前妻的证据 有消息说周永康的两名前司机共任 是郭永祥在周永康的授意下 精心安排以车祸的方式呢 谋杀了王书华 当时两辆车从相反的方向 同时撞向他 两名司机当时都是武警 被捕之后呢 虽然名义上判处了15至20年的投刑 但事实上两人呢都没有坐牢 而是呢被安排到了胜利油田 这两名司机后来呢再次被捕 并且呢向当局呢 供认了谋杀的详情与细节 周永康与贾小业结婚 据沈斌所说是贾小业怀孕逼婚的结果 不想结婚的周永康最后妥协 但是呢贾小业也打掉了孩子 两人的婚后生活并不美满 周永康本性难移 婚后呢继续借着到外巡视工作的机会 循环作乐 有消息说2009年10月 贾小业还到中纪委哭诉 说周永康在外鬼混 得了性病还瞒着 常在书房啊 看色情光盘 还谎称呢是审阅机要文件等等 周永康落马之后在2016年6月 贾小业因为犯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了判刑9年 神斌自述在书中啊 也是大爆贾小业受贿的情况 他第一次听说贾小业啊 通过帮别人的升官 捞了惊人的巨额钱财呢 是已经被捕的前公安部长助理 郑少东呢 在广东的时候为了升迁 通过黄光运和连昭呢 送给贾小业是数以亿计的汇款 还听说有一次贾小业过生日 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和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呢 都送过贾小业 添加了现金和珠宝呢 作为领悟 据说贾是从来不戴珠宝首饰的 不过呢就是酷爱收藏 后来有一个来自张家港的老乡啊 找到沈斌 说他刚卷入了一项经济的案件呢 想请沈斌介绍呢 搭上这个贾小业 他呢会供奉财务呢 替他消灾 据沈斌的老乡介绍说啊 一些大案要案的苦主 是常常慕名前来啊 贾小业呢也开出了价码 一般见面的咨询费呢 是十万元 研究问题呢 大约是三十万元 根据案件标记计算公关的费用呢 低于五千万的案子 一般是不接的 深圳一家地产公司的副总啊 因为市长徐中恒的案子呢 被抓 案件呢是牵扯到2.5亿元 对方呢拿着500万的 纯队汇票钱来呢 并承诺 只要放人呢 还可以在家 结果不出五个月 那位副总啊 就被释放回家了 这个老乡啊 还说了一件事挺吓人的 2006年 宁夏第二大的马姓黑帮首领啊 因为一个钉子户拒绝搬迁 把麻辣锅的热油啊 一勺勺浇在钉子户头上呢 被好人当场死亡 马某事后虽判处死刑 但马某的家人呢 却透过管道向周斌贿赂两亿元呢 周永康就下令 马上释放了马某 周永康对沈斌情声一片 沈斌与贾小业 也一度是形影不离的闺蜜 沈斌的这些描述啊 令人是触目惊心 看来沈斌为了自己开拓呢 也像薄熙来夫妇一样 要把这个周永康夫妇 送上火星架考啊 只能说沈斌真是不地道啊 周永康信誉过人 信誓丰富 有自己的后宫 他的淫乱在中共党史上 也许只有淫谋 毛泽东可与之相比 其实当年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 不仅有武警的枪杆子 也有央视的笔杆子 还有多个地方大员呢 听他号令 原本可以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惜的是周永康 当陈寗女色最后只落得了个百鸡王的骂名 今天周永康的故事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